台东县议会将从11月7号开始进行第十七届第八次的定期会 在11月6号首日先进行议员报道 议员将接受许静荣、郑安定、张国洲等人都到议会陆续报道 议员将接受因为当年八八风灾时 擒跑部落关心灾情而造成膝盖受损 已经有一些日子行动不是很方便 但是因为身负重任还是坚持要在6号来进行报道 是这样的,我这两只膝盖的伤是在八八风灾的时候 由于跑灾区的频率太高,跳受伤了 那经过三年来的中西医的治疗,没有任何的起色 在去年做了左膝盖的关节径,发现到损伤了相当严重 所以分别在今年的6月和9月左右膝 分别做了这个人工膝盖的致患素 那到目前是还在复原的这个阶段中 那在行走还是相当的不方便 还是会有疼痛的感觉 那在今天由于身为名义代表的职责 虽然行动不方便,我还是必须要在这个法定的时间内到议会来做报道 我会把这一次公听会的这个结果做一个详史的报告 同时还会积极地来追踪,并且商请我们立法委员 会中继续讨论,期望给原住民族人一个最好的交代 东台宣布杨国柱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